在舞台上發揮諸事幽默 平均三句話就有一個笑點 這是一年多前 在雲林胡偉的新漢宮 諸葛亮和女兒謝金晶 一起登台搞笑 她已經連續六年 到新漢宮和信眾同樂 但癌末的諸葛亮 現在仍在醫院對抗病魔 兩天前她的女兒謝金晶 特地南下新漢宮 專程為了爸爸再跑一趟 紅包單上寫了諸葛亮的本名和生日 四周還放了七盞燈 供奉在鎮店的神桌上 這就是謝金晶特地來廟裡 幫爸爸求的七星燈 一心求健康 希望爸爸也您一手 謝金晶二十九號 一天之內就跑了兩家廟 廟方說她先到嘉義新港 奉天宮 再到雲林胡偉新漢宮 而且求神拜廟不是最近的事 早在去年三月 謝金晶也到南投的慈善宮 求媽祖保佑 慈善宮的公主和諸葛亮 這幾天雙方還通上了電話 諸葛亮的病情各界都關注 人人都祈求演藝圈的大哥大 順利渡難關 這兩文兵 原令報導 是最重要的